只见呢 空中漂白一杆大旗 红旗黄火样 白月光 写黑字是斗大的 彪字 薛显图之斗 青龙关的主将可不是一般人 彪英祥 他是哈密国五老之一 真长得也怪 五十岁刚过 前击凶后 锣锅个子不高 长得敦敦失失的 铁青的一张脸 手中一对大锤 正在叫阵 薛显图 没把他放在心里 崔玛来到切尽 一百手中的兵刃 什么人 那员老将崔玛来到了阵前 你可是薛丁山 薛显图扑呲乐了 有我这老丁山吗 啊 你是谁 你不是薛丁山 不是 你叫他出来 我要他性命 薛丁山怎么惹着你了 你不知道我谁吧 在下刁英祥 韩将冠的主帅 凡红是我的姐夫 薛丁山 仗着他脸子长得漂亮 勾引樊梨花 把我姐夫一家弄得加倍人亡 今天我给他报仇来了 员哈 术丁山 我看你啊 找死呢 樊红已经死了 你呀别捉死 先关投降 啊 到我们营中 也给你个一官半职的 如果你在这跟我转转当当 扎扎呼呼的 我要的命是你看枪 刷 一枪炸过去 刁英祥一看 枪奔自己牵心来了 攒租力气 这个手的锤望上一颗 还开 锤枪相碰 刁英祥就真大 当时薛显图就觉得 手松了一下子 一哆嗦这杆枪 就崩飞了 哎呀不好 薛显图薛马要走 刁英祥这个手吹过来 打 正打在脑袋上 啪地声 脑将崩裂 薛显图跟着薛里 跨海争东十二年 此番又在争气的路上 立了战功 没想到死在 刁英祥手里 尸体张握马下 战马坐红而走 要军族把尸体搭走 再看刁英祥 战马在江场上磨圈了 哪个宅斩呢 早有军族往里边报信 学历一听没疼死啊 哎呀 我磕头这几个兄弟 没剩几个了 我的薛贤弟呀 他恨丁山 怎么 刚才军族说了 刁英祥是梵梨花的亲舅舅 如果军中有梵梨花 你说刁英祥能在江场上 行凶打死薛仙图吗 奴才呀 你给我出战 薛丁山说 我早想出战 谁让你叫薛仙图 我的叔叔去了 我去 催马来到江场 很快来到刁英祥 进前带住证据 哎 老头 你竟敢杀了我的叔叔 我今天报仇 刁英祥一看 哎呦 这小伙子 精神 你可是薛丁山 然 刁英祥一看 点点头啊 怪不得翻力花 到江场就看上 这个小白脸了 嗯 姓薛的 我跟你一天二弟之仇 三江四海之狠 你好不该勾引翻力花 有夫之妇 竟然 他杀了我的姐夫 杀了我两个外甥 帝国 要你的性命 此时薛丁山 不恨刁英祥 恨翻力花 丫头啊 要不是你 做这种事 我怎么能落个骂名呢 程咬金 为了得疆土 把我人喝出去了 名都不要了 我薛丁山是战旗顶坡天 坐下压他地的英雄 落这么个臭名 刁英祥 你少用血口喷人 是你看枪 说着枪击马快 噔噔 奔着刁英祥 扎了过去 刁英祥急忙一学 战马展开用锤 去找枪 薛丁山绝对不会 让着枪碰着锤 这老头 要发疯 玩命的 我跟你玩这个命的 常言说的好 一力相识会 可我用一巧破千金 所以一看呢 锤到了 撤回来 打 抓又一下子 哎呀 用锤告风 嗨 打 连着两下 二马一搓凳 薛丁山一挥手 炸 奔哪 奔老头的 后胸 这老头 个矮 前击胸 后锣锅 本来就矮 他往下一低头 后背躲过去了 他耳朵这样 蹭就一下 刁鹰翔翔 这块 有楼海带 包尔护相 背着枪尖 嘎巴 楼海带 折了 耳朵 烧了一下子 巴达 把耳朵给削掉了 哎呀 刁鹰翔又玩命 就在这种大喊一声 父亲 你闪在一旁 女儿给你 报 仇 青龙关的老帅 刁鹰翔 他是樊梨花的亲娘舅 樊梨花在寒江关的事 有人告诉了刁鹰翔 谁说的呢 就是副将黑莫尔 他到刁鹰翔面前搬路是非 说樊梨花 侍父 诸兄 盗卖 韩将关 哎呀 把个刁鹰翔 气得烂蹦 火冒三丈 所以 大唐的君族一到 他出马临战 见着薛丁山 咬牙切齿 玩了命 怎奈 人要一生气 就失去理智 这招数就乱 加上薛丁山 年轻有为 枪挤马快 呲的一声 就把刁鹰翔 这边包尔护相的 搂海带嘎巴就挑开了 亏掉了 耳朵 啥 用枪尖这么一戳 嗯 耳朵掉了 立刻鲜血之流 疼得哇哇爆叫 他要拼命 咬人高声断喝 爹爹 你不要着急上火 跟这个畜生 你犯得着吗 看女儿 要她的性命 话音刚落 蹭蹭蹭 一员女将 来到了薛丁山的眼前 刁鹰翔一看 是自己女儿 丫头 你抓住薛丁山 把她压到城里 我要把她千刀万剐 替我的姐夫 祭奠亡灵 爹你放心吧 他跑不了 邀英翔 雪马回归 本部军队 干嘛 包扎伤口 嘿 薛丁山 下马受死 薛丁山一瞧 呀 心里挺别扭 怎么 又是一个女将 最近我连续碰着女将 没有一点好事 我走背字 那不说 这是布下将 这人女将长得好精神 比一般女子个矮 小巧玲珑 是布下将 头上青色卷发罩头 高挑罩 红绒球 秃秃乱拆 身穿青色短靠 下边是青段的中衣 腰扎一般宽的 红色色卵板带 碎头两旁一夜 下边是香牛皮的黑靴子 背背双刀斜跨白宝囊 他的身上啊 低着嘟着也不知道挂点什么玩 往脸上看 黑餐餐的 细眉毛小眼睛 鼓鼻子 大嘴叉 眼角眉梢掉的 看着挺厉害 你是什么人 要问我青龙关老见过 数个字说 刁鹰翔是我的父亲 你家姑娘双刀 刁月鹅 决丁山啊 你打我们西凉没什么 你要平身本事不算事 你好不应该勾引 帆立花 他杀父 周兄 弄得一家子 家破人亡 我那姑父临死都闭不上眼睛 帆立花有什么好的 他是有夫之妇 你竟然连这样的勾搭 看来你这个小子 真是不要脸 薛丁山听得都气死了 他不恨刁月鹅 恨帆立花 嘿 我闹这么个臭名 丫头帆立花 都是你惹的 姓鸟的 你不用骂 事情跟你说的不一样 不是我邱帆立花 就因为 他杀兄 杀他的父亲 我才不要他 把他修回韩将冠 你别把你家少爷 当成跟他一样 嘿 你还巧言遮变 看刀 双脚点地 腰眼跌尽 舌尖点砂糖 施展汉帝八聪 蹭 平地起了农友 七八尺高 随后晃动 双刀 还 打 刷 由上往下 劈了下来 薛丁山急忙用自己打枪 往外去封 还没等碰见人家刀呢 先把双刀撑回来 还刷 又是一刀 薛丁山吓一跳啊 一闪身 战马 这个女的蹭蹭蹭追过去 背后刷又是一刀 身子太快太利索了 骑马人呢 有优点 但是又缺点 和部下打显得笨 你战马得转来转去 他这部下这样登登登登 他围着你转呢 薛丁山呢 看头下来 哎呦 这可糟 我骑着马这么高个子 他这么高 还不骑马 我打他得探着身子 不等我劈着他 他自漏 像个蛇一样 蹿一边去了 这不找麻烦吗 那也得挺着 因为在唐营里 现在还没有好步下降 再看这刁又鹅 马前马后 马左马右 刷刷刷 双刀闪 动着寒光 一刀锦丝一刀 把个薛丁山忙活的 鼻挖变脚出汗 远处关帝廖镇的 程咬金 此时薛黎也在人 薛黎骑在马上 手拧虚然 往对面一看 哎呀 这一仗不好打 自从我们到西凉以来啊 这步步着仗打得都怪 这么多女将 女将都有出奇的本事 他又是不想讲 这可如何是好 就在这个工程 江场奔出盛队 两人打了有十五六个回合 薛丁山呢 忙活的眼前 就看着女的转来转去 突然 刁又鹅拉个办事 哎 往前一哈腰 那意思是走了 实际没有 双刀合在 一只手里 瞧瞧 前胸的兜囊内 取出一粒东西 这个薛丁山 马往前纵 摆枪就炸 炸 这一探身 再看刁月鹅 往旁足挫了灯门 半步 猛然往前一走 蹭 蹭 他又蹿起来了 就在这个地方 薛丁山撤枪一愣神 啊 就这么功 这个女的摔手 打 噓 薛丁山再躲就没躲开 就打在了脑门这 啪 嗯 丁山一乐 什么玩意 可以不疼 嗯 可了不得 一股稀辣味 而且眼睛迷住 立刻 哎呀 不好 眼睛睁不开了 见识不好 搏麻要走 还没走呢 姑娘再次纵身心 看刀 刷 刀又过来 薛丁山闭着眼睛呢 想躲 往哪儿躲呀 万般无奈 扔枪 来个虎抱头 呜 滚在马下 薛丁山也想站起来 那刁月娥用双刀一逼 叮咚 就这功夫 青龙关的君主 叮叮叮叮 全都过来了 有的拿着脑钩 扒一搭薛丁山 往这边一转 含牙覆水是给捆上了 那边讲 枪和马 都圈了回来 将枪挂在得胜沟上 把马圈到进前 把薛丁山往马背上一搭 压起来就走 刁月娥说 哪个再干 那边说了 青龙关的君族 抢去了薛丁山 唐营战将呢 没有精神准备 不知道啊 你等 众将君族都明白了 人家也把人家走了 刚要往前冲 去抢薛丁山 青龙关的君族 一阵乱箭 不不去 薛丁一看 不行 这仗别打 收兵 汤啦啦啦啦 明金裸奖 没办法 重将 掩护着主帅 退回迎盘 刁月娥把小嘴一撇 刀交左手 明天再战 我饶你们不死 一百手 这边也回了青龙关 再说 元帅薛丽 带领重将 来到了率上 重将官一个个垂头丧气 都不说话 被打怕了 不是 主要他们江场看得清清楚楚 刁月娥 甩了点东西 什么不知道 接着薛丁山一揉眼睛 抱着脑袋 摔在马下 这什么玩意儿啊 什么暗器也不懂啊 程咬金急得直搓手啊 完了完了 我这个孙子 怕是保不住命 哎 你说 谁被青龙关拿去 还都有个希望 就他 没希望了 这刁鹰祥 恨绝丁山恨得牙长三尺 这能好吗 想办法呀 薛丽说啊 老人家 我正在想主意 你有啥话快说呀 哎 老人家 您足智多毛又是府将 还是你注意 行了行了行了 到这这了 就在这么工 守后营的君族 一级一级的抱 抱给中军官 元帅 后营门 来了个矮个的小将 说是要见程老将军 矮个的 程老军一听 哎 是不是个挫子 对对对 这人又粗 又矮 长得 怪吓人的 行 丁山有救 不用问 准时斗一虎 我看过去 他赶紧跑出去 上了马来的后营门 一瞧 远处站个矫子 三尺多高 二尺七八宽 虎皮帽 虎皮豹衣 身上带走兵器 斜块的兜囊 不是别人 正是斗一虎 是一虎啊 爷爷你好啊 我给你磕头了 回来 你不是找金牌去了吗 金牌找都没有 哎 他这个 您先别提金牌 哎 我到营里 我来看我妹妹了 我怪想她的 嗯嗯嗯 那好 你跟我走吧 你不能 不让人看妹妹 一边走 程晓晓一边说 哎 这回啊 你妹妹没结婚 就守华了 哎 这傻话呀 我告诉你吧 刚才打了一张 你那个妹夫 薛丁山 被青龙关的女将 刁月娥抓走了 老刁家 贺老樊家是亲戚 是这么这么这么 这么回事些 你说她道理都好得了吗 哎 你妹夫一死 你妹妹斗贤童啊 啊 还得另想辙呀 别说这么大 不就是我妹夫 在那关里头吗 生死未卜 对不对 对对对 好了 我进 我到关城 把我妹夫救出来 你有这两下 哎 拉上个什么呢 这城能进去吗 您别忘了爷爷 我可是不想这样 我可以窜方月脊 滚几踏坡 不就是这座青龙关吗 一会儿 我到城里去 就把我妹夫救出来 哎 行 走走走 来到大帐 来见薛丽 薛丽没见过 一听说是斗仙童的哥哥 哦 知道怎么回事 知道二路元帅金牌 叫他偷走了 找金牌 今天才回来 薛丽当时 没好意思问金牌事 为什么 儿子都被人抓 城里了 元帅都没了 你问金牌啊 邹将军 你走了不少日 辛苦了 不辛苦 不辛苦 或是我自己惹的 我自己惹 或自己消灾 我刚才听说 怎么 我呢 妹夫 被抓到青龙关 元帅 请您给我一支将令 我到城里 救出我的妹夫来 邹将军 能行 怎么不行啊 您可别瞧不起我 你别看我长得 三块豆腐定个大钱高 有那么句话 人有古怪相貌 必有出去的奔铃 您就放心吧 我到城里去 就把人救出来 好 多加小心 薛丽啊 这点心里啊 还透点放 赶紧叫过豆仙童 叫他跟哥哥见一面 豆仙童看见哥哥哭了 自己觉得委屈 为什么 从哪进到营内 处处小心 侍奉柳王妃 旁边跟那个小姑子 薛金莲 虽然和金莲处得很好 可是到底外星人呢 和薛定山没结婚 这是两家事 哥哥又不在 特别着急 尤其是樊丽花 和薛定山一拜堂成亲 她的心里不好受啊 说嫉妒吗 嫉妒心也有 更主要的 自己难受 虔诚未卜 看见哥哥掉下眼泪 哥哥呀 你怎么才回来 金牌事 先避体这个事 一提这事我脑子就没了 没找着 没找着你怎么回来呢 妹妹 我始终也没低开左右啊 我想你啊 怎么样在这 都挺好 就是薛将军被人抓走了 哎呀呀呀 妹妹啊 跟哥哥分手 这么些日子见面 你都不知道 掉两滴眼泪 怎么 这薛定山跟你没过门 你先哭两声 哥哥你别闹了 我怎么能不惦着你 好了妹妹 有这些话行了 你等着 我到城里去就把他救了 啊 就这样 他被领到了下边 准备些吃吃喝喝 喜涮一臂 换好了依靠 一切东西都准备完了 天到赏灯时 他跟程小金说 爷爷 我走了 小心点 用不用我给你掩护 不用 就这样 小挫子离开了营盘 绕走 他没有直接奔青龙关 为什么呢 怕被人巡逻的人看 就这样绕出挺远的地方 而是在东南角着 就是城墙拐角的地方 止住了脚步 天又黑 人又矮 他走到跟着咕噜差不多 看看护城河 虽然青龙关外边有护城河 这个地方是沙子多 水少 水量 很小很小 另外 挫子 有功夫 脚尖点地 施展汉帝 八葱 来个燕子 三朝水 窗 往对面 纵 这一下子 纵不过去 不要紧 左脚面一搭 右脚面 一使劲 蹭 再蹭一次 又要落到河里 这个脚面再搭 这个脚面 蹭 再一下子 纵三下 来到护城河嘴 他往下一蹲 拢足眼神 看了看 四下没有人注意 小丑的站身来 要到青龙关解救 薛丁山 下回 接着说 小丑的站身来 小丑的站身来